这个病的根源就是这一个塑料馆里面的巨大结石堵了以后导致这个整个肾脏化农 它自己摔破了以后导致的这种农业就流到到处都是 这都是它的农 这个在塑料馆上状接近三厘米长的一个石 所以它这个病啊自己拖的时间太久 你看三厘米的石头那要长好久才长出来 看到这个病人的情况我们看了一下就觉得它这个病情啊还是比较重的 因为它已经出现了一个感染性休克和这个农毒血症的这种表现 入院以后马上给它做个CT我们就发现它这个情况很严重 因为它整个鼓膜后肾脏包括腰大肌啊都是那种浓性的那种低密度的那种东西 问这个病人说它一个月前呢有一个外伤死 然后过去也得过结石 然后这一个月呢一直当这个按腰痛在治疗 就是相当于腰肌老鼠那样治疗 所以我们当时是决定就急诊开进去 但是开进去呢把这个皮肤一化开 基本上啊到了基层的时候 它那个浓啊就像那种火山喷发一样的喷出来 这种情况在这十几年来我们都已经很少才看到了 整个肾脏周围包括腰大肌啊全部都是感染性 这个还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事情 没有想到它里面情况这么糟糕 它结石堵住了导致肾脏的重度积水 然后它自己可能不小心受伤以后 这个肾脏受到撞击就裂了 裂了以后但是当时它因为积水 它并不是感染 如果它及时治疗 说不定这个肾脏能保住的 但是它又自己又耽误了很久 这个这个漏尿啊慢慢慢慢就感染了 就化弄了 所以就就导致现在这样的 做完手术把肾脏切除了 这个就相当于来说它的命就保住了 但是如果切不下那这个就很危险了 所以手术应该说我们顺利的把它切下来 也还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事情 它这个人的肾脏已经没有正常肾脏的那种形态结构了 它实际上是相当于一个龙种一样的 跟周围的组织结构已经没有这种正常形态了 它这个龙啊穿透了 因为抚摸后空间跟抚腔不一样 抚腔它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抚摸后的空间是有限的 所以它那个肾脏穿透以后 它这个龙啊就聚集在这个地方 形成很高的压力 所以这个人手术前 它这个腰部啊已经隆起得很明显 伤力很高 已经有败血症的倾向 所以还是一个很紧急的情况 是把这个龙业啊做彻底的清除 第二个是把这个病肾完整的摘除了 然后把它这个坏死的处置都清理了 相当于来说这边有病变的这边 都全部的清除掉了 所以它恢复的还是非常不错的